烏克蘭軍事動員令 要求18到60歲的男性不得離境 大批婦女帶著孩子撤離 多地出現離別場面 有的孩子不願跟爸爸分開 心碎的哭喊 有的孩子沒有大人陪伴 勇敢的獨自穿越邊境 一幕幕長景令人鼻酸 3月8號吉府近郊的伊爾平市 林仲席家帶眷撤離家園 在積雪的街頭 一名小男孩不願和爸爸分開 不停哭鬧 捶打爸爸 身為警察的爸爸感到不捨 一旁的媽媽也難過落淚 畫面令人鼻酸 烏克蘭於2月24日 發布軍事動員令 禁止18歲至60歲男性公民離境 出逃的難民多是父女和小孩 3月5號鏡頭拍到小男孩獨自一人 提著袋子邊走邊哭 遠遠地跟著母親 從烏克蘭穿越邊境 來到波蘭東南部小鎮梅迪卡 然而不是每個孩子都有大人陪伴 3月4號來自烏東 薩波羅熱的11歲男孩 由於媽媽必須照顧84歲的生障奶奶 她只能獨自坐上火車 帶著背包塑膠袋和護照 手上寫著電話號碼 橫跨1000公里 穿越邊境進入斯洛伐克 在當地志工的協助下 順利找到住在斯洛伐克的親人 男孩媽媽也特地以影片表達感謝 3月8號凌晨 來自基甫地區孤兒院 約150名的嬰兒和幼兒 從烏西的利沃夫搭火車 抵達波蘭邊境城市 普勒梅西爾火車站 志工和警察在車站接送這些小小孩 並送上可愛的絨毛玩具 協助他們換車到當地一間學校體育館 短暫停留休息 截至目前 波蘭非政府組織Happy Kids 已經協助疏散約2000名孤兒 該組織說 當孩子們抵達波蘭 會盡量不讓他們分開 波蘭官員表示 到目前為止 許多難民有認識的朋友 還有地方可去 但擔心下一波抵達的難民 本身資源可能比較少 將需要更多幫助 書中文字幕提供